我們天馬戲劇團真的非常厲害 真的是太厲害了 相當的精彩了 天馬戲創作劇團帶來熱情活力的演出 呼應明年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 也帶出台北的熱情 北市吉祥物熊讚與市莊運吉祥物壯寶 也現身在台北國際觀光博覽會的台北館 邀請大家來體驗低碳小旅行 台北館在這次的活動裡面 其實我們有幾種活動 包括現場的活動 就是我們有舞台活動 然後我們也有台北的QA跟互動的活動 另外也有一個叫名人開獎 還有一個消費滿額禮 另外我們在線上也有活動 線上就是FB貼文 我們送贈品 還有就是FB的貼文打卡送贈品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在台北館的拍照打卡 也會送贈品 所以歡迎朋友們一起來 那這次台北館的活動時間 從5月31號也就是今天開始到6月3號 那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希望想到台北來逛的朋友 都能夠到這個我們的這個場館來 那裡面有一些優惠措施 一些商家也會有優惠的這個產品 歡迎大家一起來採用 跟著台北市副市長林憶華 觀眾局長王秋冬 以及熊站壯寶逛展 體驗台北生活好物與在地好味 推廣走進貓空 花印台北 台北生態旅遊等活動 台北館展館設計也使用可回收材質布展 兼燒使用一次性材料 落實綠色會展精神 我們這次是以探索台北夜遊區 以及低碳永續小旅行為主題 來扣合台北市政府低碳永續城市的這個政策目標 所以大家看到我後面的這個展場 其實我們都是用低碳永續還有環保的這個材質來布建的 那將來我們到其他地方去展的時候 也會用這些材料來重複使用 所以我們也實在在落實了綠色會展的這個精神 那台北在今年有建成140週年的活動 也有台北市立動物園建元110年的活動 那現在我們更有2024台北水浮嘉年華 以及即將要到來的大稻埕夏日節等等 其實今年的活動非常的多 那我們扣合 我們配合基北北陶 我的減碳存摺的這個活動 可以讓各位朋友們 運用我們的捷運 公車 海鐵 或者是U-bike能夠到台北的每個地方 那加上基北北陶整個的配合 所以可以在北台灣地區好好的來旅遊 當然台中也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我們也一起希望大家 同時照顧台灣的北部跟中部 那另外我們除了今年除了 我們剛剛跟大家介紹的這些活動之外 其實到年底之前 台北會有很多的系列活動 來歡迎各縣市的朋友到北部來 到台北來 那我們台北市跟新北市呢 共同舉辦了一個2025世界壯年運動會 也將在明年5月17號開始 各位如果是30歲以上 覺得想要來跟來自世界各地或全國的朋友們 來做一些友誼的競賽的話 那這絕對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活動 到6月17號之前 我們的報名都是打折的 歡迎大家踴躍的來跟自己挑戰 來參與這個世界壯年運動會 那我想在這次的活動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台北館 也有很多的這個廠商來配合 他們都是台北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廠商 那我來跟大家也稍微介紹一下 包括我們台北市貓空休閒產業 這個社區發展協會 還有好樂好船公司 熊站 國客 彭玉滿 四星雞蛋糕 還有來好 李廷香 U-bike 等等 這些我們的廠商朋友們 也提供了很多的優惠 歡迎大家一起來參觀台北館 一起來感受台北的魅力 台北是一個多元友善的城市 再加上我們周邊也有桃園 也有新北 也有台中的館 我們希望大家一起來支持台灣的觀光產業 我想在疫情結束之後 大家也許都急著出國 但是很多人出過國之後 同時轉回來來欣賞來享用 來這個到台灣的各地區走一走 讓我們自己國內的這個觀光產業 也能夠蓬勃發展 台北國際觀光博覽會為期四天 集結250家海內外廠商 一同共享盛舉 隨著暑假旺季即將到來搶工旅遊商機 歡迎來台北旅遊 記者問句 台北不到